李宗盛雄議員 各位首長,局長,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其實就剛才,好像張主席那樣說 其實我們這次出花園,這個活動 就是提倡這個年輕人感恩和承擔 因為其實現在,大家的青年人很多時都是 掛著手機,或者是網絡,或者是 很多時候,朋友、功課都會比父母重要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焦點都會聚焦在自己身上 加上現在的小朋友,個個都是獨生子女 或者是一個兩個 大家父母都會重視他多些 變成很多時候,反而他又不會重視父母 其實出花園,大家剛才聽到這個名字 主要呢,其實這次我們都是提倡感恩和承擔的 我之前收到這個歌詞時,我都覺得出花園 那究竟出什麼花園呢? 芝達花園,還是香港花園呢? 但是後來,我知道了背後的意義之後 我自己都覺得,我很值得去參加這個活動 因為其實呢,出花園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成人禮 我想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說成人禮這件事 但是呢,出花園這件事就是提倡 一些小孩子,其實你們都要有一個承擔和一個使命 不單止是對家庭,亦是對社會有一個承擔和使命 那我這次呢,就是負責這個感恩父母微電影比賽 那我們當初呢,就是考慮有這個微電影比賽的時候呢 就是想一些小朋友 其實你經常都掛著打遊戲,網絡世界 或者甚至是專注自己的功課,放入當朋友 那究竟會不會其實專注一下你們的父母 或者是透過一些東西去了解多一些你們的父母 你們的家庭呢? 其實你們的家庭帶了幾多東西,幾多幸福背後給你們 令到你們可以有動力去做你們自己的事呢? 那所以呢,我們今次就創了這個微電影的比賽 感恩父母 那這個比賽呢,我們今次就有三個主題的 就是家庭樂,感恩父母,以及貢獻社,貢獻家庭的 那三個主題呢,都是從家庭那裡為主 那那些小朋友呢,譬如說他們拍攝的時候 我們呢,其實呢,今次那個比賽準則呢 未必說很著重他們,究竟剪接技巧怎麼樣啊 就是,會不會拍到很有藝術特色啊 這樣,其實是不需要的 最重要就是他表達到他心目中需要表達的主題出來 還有,其實他是有真摯致誠 表達到他們自己感恩社會 感恩家庭和感恩社會,感恩父母就可以了 那其實就... 在這個活動之中,我們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用一個藝術小小的 你看到這麼多的活動之中,這個算是比較靜態的 那其實,透過鏡頭之下 可能去看一下他的家庭 究竟,對他的貢獻是有多少 令到他們自己重新知道自己 原來是受到這麼多的愛在這裡 那我就... 我的介紹大致上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支持這個微電影比賽 到這裡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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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我們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